2020武漢肺炎疫情 当然影响到全世界人类的健康 不过也是在乱局当中 才可以知道哪些国家是认真的 哪些的防疫动作是成功的 现在台湾的防疫 被国际好几个国家称赞 说台湾的防疫做得正好 殊不知台湾的防疫能够成功 来自于我们的数位产业 运用完全百分百 来请看 台湾十足运用数位IT产业 防疫才会如此之成功 感谢我们的IT政委唐凤 当时美国还说 为什么台湾的口罩 可以规划得那么好 而且还使命制等等 所以就问日本关系说 可不可以学学台湾了 他们说做不到 唐凤帮了他 还被日本大大感谢 再来美国致函给WHO 要求WHO世界卫生组织 要邀请台湾参与五月份的WHA 就是世界卫生大会 因为台湾做得太成功 成功到法国媒体 美国媒体都大声赞扬 台湾的防疫可以供全球来做借禁 市长请上来 要不是这次防疫 全世界好几个国家肯定台湾 我还没想到台湾的数位产业这么厉害 可是什么叫做数位产业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看 这个数位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内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数位化 数位优化到现在的数位转型 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但是都不懂 什么叫数位化 我们一个公司来看 公司里头一定会有它的电脑的一些处理的行为 比如说你可以用Excel来去做表单 那这种其实在国内非常多的企业 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在进行所谓的数位化 我当然要提醒各位 其实还是有一些企业 它没有用电脑表达 而是用纸本人工的 现在还有喔 对 还有用手写的喔 对 有少数啦 少数我只是提醒 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我们公司或工作的时候 用到Word Excel 那边去做计算 就达到数位化了 对 它至少就达到了一个 数位化的一个阶段 那当然有了这样子的 这个软体的应用 那当然不够 所以有些公司现在接下来 就会用到一些系统的整合的方式 甚至用ERP的系统 那这边的ERP 所谓的ERP是代表的是 企业资源规划 那就其实是说 它在不管是行销程度 或者是财务的这个方面 甚至生产面 它其实都会有一个 系统的一个整合 来让公司的整个部门 能够互相的掌握 最新的一个讯息 所以数位化的升级 就叫做数位优化 确实 对 就叫做数位优化 而这个优化的过程 它最重要的目的是 让企业的效率 能够进一步的提升 那这只是内部 公司的内部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看数位转型 那我问你 我先把这两个厘清 以前如果我用ecell 可能要刮五分钟 算出来很大的 big data的资料 数字看是多少 可能要刮五到十分钟 当我采用了ERP系统 让这些数位的工具 算的速度更快 可能我只要一分钟 万笔资料就算出答案了 是 类似这样 对 那快部门 在取决比如说高层 它需要看一些报表资料 它很快就可以出来 这个还要在那边整理 那时间上就有落差 所以老板在一小时内就拿到资料 当然竞争力就强了 所以数位优惯 是企业必做 对 必做 但是它是属于内部 那进一步就是我们希望掌握商机 怎么样掌握商机 就像现在数位IT产业的这样 很棒的一些技术 那如果说这些数位科技的一些技术 能够帮助这所谓的企业进行转型 去发展出所谓的新技术 新产品跟新市场的商机 TPM是什么 我们这边是 T是代表Technology技术 那P是Product 产品 那M是市场Market 所以这个其实现在 在一个疫情过后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 非常有它的一个未来发展 前瞻性的一个产业 就是数位转型 那我问您 如果像我们这次台湾的口罩 马上APP就已经做出来了 哪个点有口罩 哪个点口罩还剩多少 是不是就是我们运用了 Big Data 数位科技 然后做出这样一个新的APP 这就是数位转型吗 数位转型在可能是制造业 或者是不同的行业别的一些 很好的一个应用 它可以在非常极短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 如果我们在数位转型 真的成功能够做一些应用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满足市场 短链极单的一个需求 就像这一次的口罩 对 一切都买不到 对 那你怎么样 很快速的把这样子的讯息 很透明的 很及时的 给这个消费者 给厂商 厂商也知道 消费者也知道 那个政府他也会知道 所以如果照这么说 我刚刚的那个口罩 APP 还有整个的口罩 制作的流程 国家队 几乎都用到数位转型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在里头 当然其实有一些 其实还不足 可以再进一步更好了 所以在这样短链极单 少量多样 跟客制化的需求底下 其实数位转型不仅仅在IT产业 它其实在很多的产业 都有它的一个必要性 原因是因为它可以提高 它的一个精准管理 在成本的空管上提升更好的效率 那这个是在内部 那掌握了数据之后 它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定价策略 在做一些外部 外部做定价的时候 我也就是要及时的反应 做一些更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创造 那第三个是在典范转移 也就是说过去供应链上 现在越来越短 那供应链里头 过去我供应给你 我是供给方 我卖给你就算了 那但是现在呢 彼此其实是一个合作的一个伙伴关系 我给你的东西 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及时反馈给我 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调整 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其实就有更进一步加值的空间 就不是只有给的方向 它是双向的合作 那最后当然是说 现在一个体验经济 所以客户到底喜不喜欢 满不满意 他现在到底缺少的在哪里 像那个口罩他有缺口 那我们及时的能够掌握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那其实就是它一个重点 所以士章 如果这个样子叫做数位转型 那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一次 口罩或者防疫国家队做到了 我这样讲你看对不对 因为我刚刚你在讲 我一直在思考 我们政府把做口罩相关的 纺织的厂商把它找过来 厂商老板们共同讨论 我们机器去哪里找 原料去哪里找 所以成本控管好之后 赶快掌握完全的 你可以生产多少 市场量有多少 Big Data拿到之后 原来我口罩就是订五块 不会订两百块 所以定价也订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做出了APP之后 从消费端口罩卖出去 然后这个生产端口罩卖出去 接下来我消费者也可以看到 我要买口罩 所以demand端跟需求 供应端都有了 所以网路双向APP不就是这一个吗 另外优化需求体验客户经营 也许我们口罩国家队防疫国家队 现在不是国际很多人没有口罩吗 来跟我们国家队的口罩队买口罩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不就完全印证了你的数位转型 对或不对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的案例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 那台湾其实目前 其实国内的其他的一些制造业 不像刚刚你提的这个口罩国家队 这么的优秀 而他可以用一些数位转型 那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可能 一个非常不错的商机 那我们看到一个去年的一个问卷调查 那调查的是中小企业的一个制造行业 那制造业呢 他在不管在生产管理 信销存管理 财务或者是人事他们其实都有他的一套 认为说自己在目前刚刚的数位化 数位优化或数位转型的阶段上 你到底得几分自己的一个评估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其实食品食品 这个用蓝色的一个呈现方式是 他们其实多数都认为 自己其实只是在那个优化 就数据化的程度而已 帮我那个颜色捏一下 大概什么意思 蓝色代表的是数位化 我们刚刚讲第一个阶段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用ecell这些处理这最基本的 用电脑 那黄色呢 黄色是代表第二阶段所谓的数位优化 有了ERP的系统去做进一步 内部的一个效率升级 那当然最好的是数位转型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不管哪一个制造业 其实对于自己是不是属于数位转型的阶段 其实非常没有信心 对啊 食品饲料都是蓝色 都是蓝色 其他的塑胶金属 电子电脑 机械设备也是只有数位优化 还没有来到数位转型 还没来到数位转型 那提供给各位一个数据 资程 会计师事务所 他做了一个调查 他发现其实有89% 全球有89%的企业组 他认为有数位转型的话 他的收益 财务绩效可以超乎预期 也就是说数位转型越好 他可能带动财务绩效越高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说 有89%他有超乎 他的一个收益的预期之外 那这个是台湾的在微软他针对台湾的企业 他发现其实有83%的企业组认为 转型才能够再创高峰的一个成绩 所以我如果停在数位优化 没有数位转型 那我的业绩就上不去 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很明显的一个跳动 那当然台湾目前只有23% 是有真的在执行他的一个转型策略 这是他比较可惜的地方 所以这边也是提醒大家说其实台湾在很多的 就不管在食品 那塑胶 金属 那或者是机械 这四个制造业 因为你发现了 这是红色的颜色给各位提醒 就是他们不管在数位化 数位优化的群均成绩 其实都不及格 分数偏低 分数都不及格偏低 60分以下 那至于我们传统了解的电子零组件 这比较知通讯的电脑光学的这些 其实他对于自己的一个满足满意程度相对比较高 所以电子零组件 比如说像台积电 电子电脑光学 比如说大力光 他们的数位化 数位优化 分数还比较高 他们其实是大企业 那当然他们在数位的转型上 其实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成果 那数位转型 他能够在 不管在生产面 就是说我们在气管里头的产销 人发财 还有资讯 这六管都能够做一些应用跟优化的时候 其实他会有一些发展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 帮我们逐一看一下 所以在生产面来说 他其实能够让他的流程 更加的一个顺畅 那他的决策上 其实也更能够缩短他的时间 那再来就是研发 这其实是很重要 虽然我不管是中小型企业 还是大型企业 他在技术的研发 能够拓展成大家的一个差异性 像台积电我有你没有 那他当然就会有一些 很不错的商机 所以这个技术的导入 其实是他的很重要 第三个是在行销面 那行销面 目前怎么样去精准行销 是目前在制造业 或者是服务业 大家都非常care的一个店 你的tugget要打对 客群要抓准 对 所以他感受上 你也要符合他的一个 期待跟需求 那当然在财务面 这些控管内部的一个部分 你要怎么样资讯 跟那个透明化 那人事的调整 跟资讯的大数据分析 我认为其实在数位转型的 这个部分的一个关键里头 其实我们可以让数位IT 这么表现不错的一些成果 接下来去运用到这些很有机会 而且在我们台湾 作战的比重也相当高的一些 其他的像制造业 刚刚我们提的 甚至其他的一个服务业 所以这个数位转型给各位发想 就是说现在我们发现 疫情的一个延续 但是还没结束 那新产业都有它的一个 可能的一个表现在 那第一个是在于新的教育 这种跨远距的教学 甚至传统过去的一些教授 他也是用一些新的观念 透过AI人工智慧的方式来远端 去做一些协助 因材私教客制化教学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新健康 所以怎么样让AI 其实很多的数位转型 都是把这样子高科技应用过来 能够让这个所谓的精准服务 甚至翻转过传统的医疗思维 远距医疗 远距医疗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那第三个就是说新工作机会 它可以在不一定要来上班 它可以在远距的行动办公室 打破地域的限制 而且让这样子的公时弹性 随时来去做一些资源 最后在运输上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疫情大家会害怕接触 所以外送的服务 然后甚至如何改变消费习惯 这个思维的改变 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一些调整 那我们看到共享经济 这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尽量都不要做 尽量不要做公共运输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有这样子的共享汽车 机车其实业绩 最近其实表现还不错 好 感谢市长 非常谢谢您了 中金院的市长博士来的时候 又可以挖到好多东西 透过这一次台湾的防疫 做的是全世界 世界好的 因此读出来 原来是我们数位产业如此之强 完全整合 数位产业总共分为三阶段 最基础的叫做数位化 数位化之后 要让速度更加快 要数位优化 数位优化 如果上中下游 不论是纵向横向的进行整合 叫做数位转型 如果企业要数位转型成功 六大关键 它那一张的资料 我刚好特别重复六大条件 如果都做得好 那就各倍儿棒咯 我们国内现在呢 在疫情冲击之下 数位转型 有些已经做到了 继续加油 希望呢 数位化 数位产业跟转型 成为我们下一个 值得骄傲的台湾之光 接下来 救人希望美国霉光 奇展带来的独家 昨天一横这么一说 才知道 沙俄打美打得狠了 这次呢 沙烏地亚拉伯说 油价在破底吧 反正这么低 我不打算减差 我要继续大增产 所以美国会被打爬吗 听看看 沙烏地产